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月2日凌晨 步兵486团 以七连为尖刀连 从北意图不强行军开计 因为燕黑 雨大 陆滑 只站圆岩山路摸索行进 一步一滑 连滚带爬 一深泥一深水 走得非常辛苦 四十许 七连进至位于广渊西北 大约六公里的一个较斑往的村庄前面 这里三面环山 中间是一块三角形的谷地 靠谷地右侧有一片竹林 老百姓的房子散布在谷地中间 一条山间土路从谷地中间通过 村庄周围都是菜地和稻田地 此时天还没亮 但依稀可以看见人影 尖兵三排七班刚一进村 就发现了与越军少民 遭到对方射击 七班迅速展开向村庄内搜索前进 看到前方有十几个衣衫不整的越军 正从零落散布的掉角楼上跳下来逃跑 班长陈和平立即开火射击 双方发生战斗 听到枪声后 随间兵排开进的七连指导员 雪车员迅速部署 命令后面的八 九班向村庄内发起冲击 抢占有力地形 支援七班战斗 七班长陈和平指挥全班猛打猛冲 追着溃逃的越军大 击战中 陈和平身中二代 三处受伤 右脚掌被越军子弹气断 左臂被子弹贯穿 子弹打坏了他的冲锋枪击侠盖 跳弹打伤了手臂 鲜血浸透了枪霸和军装 但是陈和平忍痛坚持 率领全班英勇战斗 连续消灭了几处房子中的越军 许科远带着八班和重火器班 沿着土路边打边冲 很快就冲出了村庄 后面是一个山亚口 不到三米宽 汽车通过过 两边的山是陡峻 南极攀登 有一些越军正向山亚口逃去 一旦山亚口被越军抢占 再想通过班还就很困难了 许科远指挥八班在后面用火力追击 当即击毙五 六名越军 其余越军见没法抢占山亚口 只能分散朝两边山上跑 前后不到十分钟时间 许科远率领八班和重火器班 就抢占了山亚口的有力地形 立即部署八班一个组合重机枪班 八十二无座力炮班占领阵地 形成了对外对内防御阵列 这时 七连副连长郭生贵指挥七班和九班 在村庄内发展出击 从吊脚楼上慌忙跳下来的越军 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 被打得晕头转向 另一些越军则依托房屋开火射击 企图赋于蛮抗 在村庄外的七连连长王荣森 也指挥连主力加入战斗 沿右边的小河沟发起冲击 用八十二无座力炮和四十火箭筒 猛空村中越军柱 守得房屋 同时用机枪封锁住竹林周围的所有地形 许科园那边控制住山亚口后 又带领八班两个组 从左边山脚向村庄中发起攻击 越军两面受敌 中间开花 根本抵挡不住 一部分在村庄内被歼灭 剩下的残敌拼命逃出村庄 又遭到七连布置在左右两侧的机枪火力加击 纷纷被打倒 彻底崩溃 七连组织有力 动作迅速 猛打猛冲 近战兼敌 经过十六分钟战斗歼灭 越军一个牌 摧毁火力点四个 避敌十六名 伏敌两名 伤敌十余名 胜利夺取广渊爱为要点班冠 创造了一个模范战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